大家好,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iPhone 7 已經用了差不多一個月了 所以有些東西和大家分享一下 先說一下外貌吧 外貌其實跟iPhone 6S那些很像樣子 但多了兩隻新顏色 一隻是雅黑色,一隻是涼黑色 而我最喜歡就是雅黑色 因為不會惹指紋 另外又不見了那條很噁心的天線 還有我們多了一個大過一點的鏡頭 不知大過一點,質素更好一點 在低光拍攝方面,比iPhone 6S是好很多 iOS 10 是一個大的升級 例如裡面支援了這個HomeKit的控制 一些家電的捷徑 很方便 另外那個A10的處理器 效能很高之外 亦都很有效益 很有能源效益 即是很省電 有些東西就要靠W的 例如拍片的防手震 防手震其實就需要很多的CPU資源 另外亦都很省電 所以拍片上不會有過熱的情況 另外沒有了一個3.5mm的掌握頭 它送了一個Apple的Lightning耳機 但是音質一般 整體來說 iPhone 7 是一部好的電話 它有一個很好的生態系統 它有很多它自己的App 很多配件 有很好的體驗 但是對於Android的用戶來說 它就比較難用 Android系統其實在說自由 很多時候 他們做的很多動作 很多操作 都有很多方法可以達成 譬如抄圖 這樣算 Android 其實只需要用USB手指 已經可以抄過去 再抄到其他電腦 使用iPhone的規則來做 要用手機的機器不是不行 不過請你經過雲端 又或者經過AirDrop的功能 如果你用的裝置 很多都是Apple裝置 是比較方便的 我自己又有用iPad 如果我要把iPhone拍完一張照片 再傳到其他Apple的裝置 其實很簡單 我只需要按入Photo的App 按完之後 我們選擇要傳的照片 選完之後 你在下面的AirDrop 其實就能看到你的機器 例如看到我的iPad 我只需要按下它的icon 很快 我的iPad就馬上收到影片 是很方便的 當我檔案傳到iPad的時候 已經很方便 可以立刻做剪輯了 然後可以上網 所以 如果你用完整的東西 其實可以很方便 但就必須要按照它的方法 但如果你只需要iPhone 如果沒有iPad 又沒有Mac 又沒有iPad 又沒有Mac 如果用iPhone 就限制大很多 你想做很多很多的東西 都會很麻煩 都需要接駁電腦才能做到 無論是影片剪輯 或是拍照片 或簡單的音樂 都需要經過電腦才能做到 接著我們說一下電量 iPhone 7的電量 中規中矩 不算很耐用 但也不會耐用到哪裏 如果不拍太多相片 不拍太多影片的話 其實我的iPhone 是可以用足全日 但如果我真的想拍太多相片 拍太多影片 甚至打太多機 的話 我必須要再充電了 我自己會用這個 Apple原裝電殼 提供到差不多 Double的電量給我 在整體上來說 我對iPhone 7 都很滿意 因為它的樣子都算不錯 另外在使用上 其實如果你知道用法 是不錯的 我今天分享 就來到這裏 多謝大家的收看